从郭旭那里我们知道,张浩从小是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找到张浩的父亲张振友,就有可能通过其母亲找到张浩的下落。 在前面录制信息,我们的记者在外场寻找时,根据当时郭旭所提供的信息,我们立刻赶网聊名安山市监狱,经过几天的努力之后,我们得知,张振友早在25年前因为盗窃罪入于7年。 我们找到了张振友当年的大致地区,随即立刻在他当年所在的村子进行寻找,虽然17,8年过去了,总会还有相识的人。 你好,是这样,我们是那个杨丁威师库和天使栏目组的,是这样,您这样是那个救护村是吧,这一片都是救护村还是,那那个,您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张振友。 在寻找张振友下落的过程中,我们意外获得了关于张浩和母亲聂小平的信息。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我们十分振奋,因为通过聂小平找到张浩将是更为跨级的方法。 喂,你好,是哪位? 你好,请问是聂小平吗? 我知道。 你好,您好,您孩子是不是叫张浩? 然后你看,你方便就是跟我说你在哪儿,然后我过来找你,这样好吗? 我们住在那个宫人街,这个海州宾馆,我在那个312房间。 好,好,再见,再见,阿姨。 你吃了解册吗?我今天上午给你打个电话。 早晚,好,不好意思,就是,我带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先看看,什么都没有。 кие不正常就无关了的嘛。 你看,我接规你吃那个庄帽,吃那个小草帽,倒较sen 谁写的 根本的时候是造谣事件 什么字呢 所以不管走什么结果 你们跟哪来的 你们忍着我心情伤我 我怎么不想到想到 都不是我儿子 你都不是我儿子 你不要我干了 你这次来是杀了 这次来不是我儿子 你不是 你拿点 不要我不是我儿子 我不见 我儿子挺好 你们见啥呢 不是我儿子 听明白吗 那根本与我无故 我得走了 我有事 听明白吗 见不见吗 不见 我儿子 就是说有什么事 我是他妈 我有权利 就是说知道他谁想要见他 就是这个信 我就不相信是我儿子 要有什么事 要想见你 你让那女孩 找我 我是他妈 我有权利 知道他想干啥 因为我怀疑他 不怀好意 所以说我不准议你 我又不能告诉你 这孩子 也不准议你 要想见 这女孩想要干啥 她是有目的的 有目的 不是他儿子所写的 今天他也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欢迎 叶女士上场 我请 请坐 叶大姐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 你说这些信 不是您儿子的笔记 是吗 不是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什么目的 我就想要知道 看每个丫头 想陷害我儿子 说我儿子写那么多 什么要自杀 什么之类的 我生气 我不想 没有人拿你儿子 既然是两个年轻人 也不是恶作剧 拿着一封你儿子 写的信 然而是说跟自己的生命 有关系的 您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没什么 我儿子还好的 有什么生命危险呢 那如果既然真的是好好的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记者 跟他见一面呢 见什么 我儿子还好的 没有必要 有什么事找我 阿姨可不愿让别人骚扰他